你好,我是昆仑流石,欢迎您来到书馆啊,咱们一块聊天讲故事 这乐钦的和岳中奇双双来到了这个金川前线 随着这个主角的到来啊,这大戏肯定就是要开罗了 首先这关系不好处的,并不是这张广四和岳中奇这一对啊 仇人见面分外眼红的关系 为什么呀,因为现在这会儿张广四是领导 岳中奇呢,他是下属,您是川山总督,您是大帅 那我呢,无非呀,就是四川提督 也就是啊,您大帅麾下的一员高级将领而已 这话说回来了,还不是您这大帅呀,把手指到哪儿 我这个做下属的,那自然,哎,就到那儿了 那么当时这个前线张广四的大帅行营驻扎在哪儿呢 这个大帅行营啊,就设在小金川的美诺军营 川山总督张广四就在这里啊,主持着大小金川前线的一切事务 在这老营当中啊,这岳中奇和这张广四当然就碰了面了 这二人呢,面面相识,没有什么好说的 哎,于是这尴尬的局面啊,还得由这个张广四来打开 为什么呀,因为你是上司,你不能不说话呀 这张广四啊,先拱了拱手说呀,这岳军们别来无恙啊 这岳中奇呢,自然也得礼貌的回复,哎,说脱大帅红服啊 老朽啊,身体啊,还算硬朗 张广四说呀,之前的事啊,咱们老哥俩呀,有点离析 不过呢,那都是为了朝廷的差事 哎,您也别放在心上 还希望您呢,来到这个金川前线啊,能够辅佐我 咱们早点完成了皇上的差事呢 您也露脸,我也露脸 那这张广四一客气,这岳中奇更客气 那岳中奇就说了,事与大帅呀,马首是瞻 得了,这客气话落到这儿啊,这俩人也就都没词了 于是呢,这张广四就说,那既然您都来前线了呀 那我还就真得给您派一个重要的位置 您看呀,党霸大寨 尚可达呀,这敌军的要塞官呀 下可至,沙罗奔的老巢啊,乐无为 这地势之关键呢,您到了一看,您就知道了 本帅有意让老将军去镇守此地 您可愿望啊 张广四啊,问岳中奇,愿不愿意去挡霸镇守 实际上这话不用问,哎,你抛来什么 他也得接着,谁让你是主将,他是副将呢 这岳中奇也站起身来,对这大帅插手实礼 沿道,末将尊令 于是就带着自己这十三个亲随 哎,这十三个亲随呀 岳家军是这岳中奇的家将 是从家里呀,陪着这岳军们来到前线 保护岳中奇,照顾岳中奇的生活的 于是这银十四个呀,就一起打马 奔了党罢了 咱们先按下这岳中奇暂且不表 咱们得说说呀,这乐亲是如何和这个张广四见面的 要说这张广四啊,和这个岳中奇见面就比较尴尬了 可是这个张广四和这个乐亲见面啊 干的那是一点水都没有 后边河里的鱼啊,全死了 哎,可的 这乐亲呢,他心里是怎么想的 我呀,是精略无省 精略着金川前线 本来呀,在京城的时候就是你上司 我主管着兵部吗 现在呀,到了金川前线 我还是你的上司 哎,你得听我的 这张广四心的话说 这皇上可没这么说 皇上给我的旨意里边说了 我还是这前线的主帅 无非呀,让我呀 配合你这无省精略 有事呀,多和你商量而已 你要听话呀 哎,我就多跟你聊聊 你要是不听我的 我还一言不发 离你呀,远远的 反正你是无省精略 出了事你兜着 他是这么想的呀 可是也是这么做的 要说这张广四啊 真没拿朝的那点事放在心上 他心里盘算的 全是围绕自己身上事的小心思 乾隆十三年的六月初三 乐亲的抵达了张广四的大营 也就是小金川的美诺军营 这张广四啊 自然是在军中设宴的 恭迎着钦差大臣 这和阳众将啊 一看这来了钦差 不但带了钱 而且带了兵 那这心气自然一下子 也是高了不少 可是啊 让大伙纳闷的事啊 紧接着就来了 这和阳众将啊 都以为这乐亲和张广四 见面之后 应该一头就扎到大帅的 牛皮大仗当中 推演这个金川的战事 研究进攻的策略 一研究啊 就应该是三五日不出大帐才对 可是大伙啊 眼瞧的事情啊 那不是这样 这张广四和乐亲呢 两个人呢 在大帐里边啊 第一天啊 是不亲假亲 不客气假客气 二人推杯换斩啊 这酒就喝了半喜无 第二天一早啊 这和英众将 早早班班的 没用这个号令啊 就起床了 在这个大帅行营外边 就等着了 等着什么呀 哎 这清差大臣已经来了 等着这早晨起来 开第一次作战会议啊 前文说咱不是说了吗 即便这清差大臣 他没来 张广四每天早晨呢 也是会开作战会议的 没有什么好办法 进攻防守 无非啊 是把这些和英上下的众将啊 挨个点名 臭骂一顿 散仗而已 可是现在已然是日上三杆了 也不见这大帅行营里边啊 有什么动静 哎 没过一会儿啊 动静还真来了 只见这张广四啊 领着自己的清兵卫队 从这个大营当中啊 就出来了 见到这些和英众将之后啊 哎 这张广四就说了 从今以后 你们再找我有事啊 从这儿啊 往前哨走 到卡萨军营去找我 这本大帅我呀 遗防了 哎 这个地儿啊 归钦差了 这众人一听 怎么意思 昨晚上喝极了 二人干起来了 不能啊 其实啊 这就是张广四动的小心思 他为了自保 撇清关系啊 把这个指挥权呢 完全就抛给了那个亲 他呀 假目三刀跑到了库斯市前线的卡萨军营 其实这卡萨军营啊 离这个乐乌维老寨还远着呢 要说这个美诺军营安全啊 这卡萨军营也是很安全的 距离真正的前线呀 堆子拨子卡子 暂且不论呢 广大营还有好几道 足以证明啊 这二人张广四和这个乐钦 见面以后啊 根本就没商量军情 这半天一宿啊 那竟是喝酒了 这么一看 这和营将士的士气 立刻又消沉了下来 总是觉得这仗啊 还是不好打 广说不好打呀 那肯定是不行 发昏到不了死啊 这钦差大人呢 都来了前线了 这仗必然还是要打的 于是这乾隆十三年的六月初六 也就是这纳钦 到达了大营之后的三天以后 纳钦呢也赶赴了卡萨军营 那纳钦是怎么想的 说你这个张广四啊 你不跟我介绍前线的情况 不帮着我分析敌情啊 哎 爷还不缺你 不用你呢 等到爷打了胜仗 你呀还别眼红 我这八旗勋贵贵族出身 哎 是白干的 你真能我们一点军务都不懂呢 那兵书战策呀 这我也没少看 哎 实际上啊 坏就坏在这了 这不是兵家大计吗 那怎么说来着 哎 纸上谈兵 说的就是他吧 你还别说呀 这有点大帅 有点精略的气势 哎 这纳钦呢 没过几天 和这个张广四两个人呢 在这个卡萨军营当中啊 就制定出了作战计划 他们呀 决定集中最优势的兵力 从这个西岭的塞尔利山 在山梁上啊 向前突袭 指导这个大金川的老仇 罐牙 你这个前边不是有这个碉房碉楼挡着我吗 我从后往下打 我也来一个是上打下 不费辣 可是您想起吧 这碉楼的存在啊 就是防御攻势 就是为了防止你这清军的攻上城寨 哎 你还想绕到后边去搞个突袭 那能有路吗 即便有路啊 也被这个大金川的土司兵啊 全部毒死破坏了 制定好了作战计划之后 这乐钦呢 就从牙缝里边资出了几个字 和英众将必须奋勇向前 为令者斩 开作战会议的时候 给这些中级军官下的命令就是 你们要不接啊 就是奋勇上前 然后大帅呀 和我呀 咱们一起到这个大金川 陆无为的老寨 共饮庆功酒 还有一条路啊 那就是哎 这青山处处埋中国 那接下来的话呀 他就不说了 其实意思也很简单 您呐 死在前线 别死回咱们大营 就在6月14日 这清军按照作战计划 对这个乐乌为老寨呀 发起了总功 在前线冲锋呢 那也不是一般的将领 好 总兵任举 各现在话说 军区副司令 副将唐开 参将买国粮 分三路 率领了三四万的大军呢 可就杀上去了 您想起吧 从这个沙盘推演上 制定出来的作战计划 那真到了实战 它能有用吗 这清军杀到前线之后 与吐司兵两军队员之后呢 一通昏天黑地的厮杀呀 这吐司兵 借着有力的地形 就把这清军杀了一个大败 结果呢 这买国粮任举呀 先后阵亡 唐开呀 身重负伤 据说呀 这前胸后背 挨了四五枪 这仗啊 打了几天几夜 最后这大军呢 还是灰溜溜的撤回了卡萨营寨 这钦差大人 乐钦呢 到前线的第一仗 窝头方个 算是现言了 那这乐钦 他怎么办呢 不怎么办 小眼睛眨巴眨巴大 哎 他回营睡觉去了 不过呀 这一战呀 那乐钦可是真吓坏了 这骄傲的气势啊 给打的呀是分毫不剩 从此以后在军中啊 是再也没出过一个主意 再也没提啊 哎 进攻这两个字 这处处呢 倒是都听这个张广四的调度 不敢啊 再坚持任何自己的军事意见 从此之后啊 躲在营房之中 他是真真正正做到了养生 哎 怎么养生啊 是早睡啊 晚起 这和营上下的军士们啊 都嘲笑着 乐钦的是个胆小鬼 不但如此 他这种行为 严重影响了军队的士气 您瞧没有 这大清军队啊 受到了严重的损失 不过这一切 这张广四看在眼里啊 他却不禁的洗上了煤烧 哎 这正是啊 这张广四要的 这张广四窃喜啊 说皇上皇上啊 您信不过我 派了这么一个愚蠢的乐钦 作为钦差 这下子连您带朝廷 算是啊 丢了人了 我出的主意不计啊 他也没受这么大的损失啊 所以说这金川前线以后啊 还得是靠我张广四 给皇上老爷子您呢 建功立业 要说这乐钦 他打了败仗 心里头就那么平静吗 当然不是啊 他这心里啊 有一口怨气 他认为啊 自己打了败仗啊 那全是这主将张广四所赐 总结而言呢 就四个字 说这个张广四啊 他配合不力 并且这二人的背后 都有小动作 把对方的不是啊 都有支啊 添支 没支啊 添叶 常常的都各自写了奏折 发给了朝廷 发给了乾隆 这乾隆 拿到这两个人的奏折 一看呢 别的先不说 叹了一口气啊 五万对五千 这兵力十倍于贼 这仗打到这个样子 你们两个人还有脸 到郑公我这互相推卸责任 我看你们俩呀 是先自个儿的命长了 郑公我呀 不杀几个 看来呀 是挽回不了金川的局势 有人说 这乾隆皇帝 不是很爱护自己的下属吗 怎么这回去动了杀机了呢 嘿嘿 一呀 是这张广森乐钦的命该如此 您就看呢 他们在前线这些表现 弄死他们呢 就不冤 其次啊 老天爷也跟这二人呢 开了个小文秀 嘿 这会儿的乾隆皇帝呀 正烦心着呢 那这乾隆他为什么烦心呢 因为呀 他一生的白夜光 他的挚爱 孝贤淳皇后 刚刚空事 所以说呀 这张广森和乐钦 这小命啊 哎 我看是悬了 得嘞 今儿天不早了 咱叔就说到这儿 咱们要之后事如何窃听 下文分解 咱们明儿见